男子一家醒来发现身边近躺着一位女人 可是他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他的身体被女人施法禁锢 就在他惊恐不宜打算尖叫时 却从被窝中惊醒 先前发生的一切好像只是一场梦 这是2014年的神迹动画《星刻的龙骑士》 故事背景是在一个龙族与人类共生的世界 利用某主特殊仪式 可以让人类和龙族理解主仆关系 男主亚修是一位天才殉龙师 他可以接触并且控制其他人的帕尔 但他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帕尔 所以许多嫉妒亚修的人就从他没有帕尔这个情况进行误怒 他想上前找回场子 却都被好友拦下 和像亚修这样被神秘人排挤的 还有一位少女谢维亚 她是王国的小公主 成绩优异可却因为高冷的外表 以及知尊心极强的缘故 导致神秘人对他也是议论纷纷 但与亚修不同的是 这些人都是背后嚼舌根 只能敢怒不敢言 在自其龙刻上 亚修领教了小公主的蛮横物力 因为其实没有召唤帕尔的缘故 亚修只能用自己好友西蒙的龙去参加训练 结果在温某的训练中 不小心碰到小公主的帕尔 对方赶紧安抚自己的帕尔后 竟突然上前打了亚修一巴掌 并形容他的帕尔是不是已经死的 听到这样的乌怒 亚修顿时恼火 让小公主收回自己说过的话 小公主想到了接下来有举行一场赛龙计 并跟亚修约定 只要比赛赢了他 自己便会向他道歉 并收回刚刚说过的话 为了自己的尊严 亚修答应了这场比赛 等到开赛的时候 小公主的飞龙帕尔 帅先领先 亚修不禁不慢地跟在后面 可在森林停歇时 却遇到了一位神秘男子 对方表示亚修的帕尔 还在体内沉睡 亚修好奇男子的身份 思考时却遭到了一位少女的袭击 来者是男子的侍从 他的行动极为迅速 三两下就把亚修撂倒 一看匕首就要刺想自己 少女却突然迟疑 崩塌 导致少女即将跌入悬崖 关键时刻 亚修上前抓住少女 将她转向悬崖上 自己则掉了下去 一看匕首摔得粉身碎骨 亚修手臂上的图案 突然发出了亮光 他的帕尔出事了 只是当年没有想到的是 出现的帕尔不是龙族 而是外表看起来与人类无异 两年缓缓落在地底 亚修还没来得及说话 面前的少女就让亚修听名于他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亚修还是将少女带回了血院 博士康维尔进行分析、调查 在这之前 少女可以跟亚修在学院里生活 只有亚修给少女帕尔 取名叫艾克 两人通过新闻路的连接 可以彼此感应到对方的存在 而之前与小公主的比赛 自然是亚修落败 不过心高气傲的小公主 却在时候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于是找到亚修道歉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可很快两人在女侧门前 又一次相遇 原来艾克因为吃多东西拿肚子 可是亚修在门口等了她许久 也不见她出来 小公主进去帮她查看 发现艾克失踪了 通过卫生间米药的成分来看 基本可以确定艾克被人绑架了 好的 先前亚修和艾克已经连接了新闻路 通过她 可以确定艾克的达置位置 她们一路追踪过去 终于在一个女人想要解剖艾克之前赶到 小公主一言嫩出 这个女人就是康维尔博士 但由于博士的法力太强 她们赛量还没接近 就直接晕倒 之后亚修在艾克拼命挣扎和呼喊下 进到手臂的符纹产生反应 最终摆脱了法术的控制 从而救出了艾克 博士没有穷罪不舍 她在隔天成了亚修他们的版主任 搞科研的她 十分想知道为什么帕尔会变成人类模样 突然学院传出了警报声 又会叫帕尔失控 小公主第一时间赶过去 想要证明自己也能随意驾驭她人的龙 自从与亚修认识后 她就十分嫉妒这份能力 而事实上 她真的做不到 很快就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帕尔的声音惊动着在房间里 踩在亚修进学生会的会长 会长立马召唤出自己的帕尔 并穿上了帕尔 为她量身定做的圣机甲上前阻止 事故很快就被解决 而丢了颜面的小公主 则失望地离开 圣机甲是可以增强连累战力的一种设定 亚修得知艾克的记忆有着一款超强圣机甲 可艾克却对成为圣龙表示不屑 可两年不知道的是 她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之前的神秘人盯着 此时她们就在远处的高塔 在神秘人一连串的咒语之后 天空突然变黑并带着闪电 一个全身腐烂的狮龙出现在这座城市 她的叫声粉碎了所有房屋和玻璃 艾克急早跑上前去悄悄 却被狮龙给吞进府中 而会长召唤出自己的圣龙甲 也无法阻挡她的前行 第一次面对这种场面的小公主 早已被吓傻了 为了救自己的艾克 亚修一巴掌 活在小公主脸上 娜娜召唤飞龙把自己送到狮龙面前 娜娜在身上肚子里的艾克 却在醒来后发现 自己处在一片神秘空间 并且遇到了一位神秘女人 如果亚修在这里一定会一眼认出 之前梦中的那个女人 竟是真实存在 她的出现也只是在测量亚修的身体 现在她的艾克从众多完美的圣旗甲中 挑选出适合亚修的尺寸 明白情况紧急 艾克迅速制造出圣旗甲 在亚修不小心从空中坠落时 手上的符文发生反应 身上竟平空躲出一套升级甲 村长盔甲的亚修用大宝剑解决了尸龙 才高达上了神秘人 发现事情不像自己预想的那般发展 于是便转头离开了 亚修拔出自己的圣剑 净化了尸龙山上的黑暗力量 整个折制上空 笼罩的黑暗也渐渐残去 尸龙的消灭也惊动了这个王国的大公主 维罗尼卡 听说自己的姐姐维罗尼卡要到来 从小生活在姐姐阴阴的小公主 惊恐地浑身颤抖 本以为她不会出席 姐姐到来的迎接场面 但没想到 第二天竟不卑不亢地出现了 巨大的飞船划过上空停落在学院中 维罗尼卡手持利剑来到众人面前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询问小公主人在哪里 在看到姐姐真的到访后 小公主的腿都忍不住发颤 这让姐姐更看不起她 当中灰刀死毁了小公主的衣服 可即便如此 小公主也不敢有一句怨言 亚修看不下去 站出来顶撞了王女 没想到王女在得知亚修 是打败恶龙的联维龙骑时候 立马下定让人把她抓起来 但是预想中的折磨却没有出现 亚修被迫穿上男仆服饰 并且听到了王女的秘密规划 她打算让小公主嫁给自己的手下 这样就能延续王主的血脉 可是小公主想追寻自己的梦想 亚修又一次站出来替小公主说话 最终王女决定给她一次机会 只好在明天的比赛 小公主打败会仗 任何事情都可以答应 可在隔天的比赛 只是一个照面 小公主就被打晕过去 等她醒来后 也知道自己的命运无法被改变 很快 她就接到了姐姐的命令 让她明天去教堂里忏悔 不用陪她出入了民众 同时更难得还有会仗 她两个亚修去开会 说王女出访了那天 会有人起来刺杀 让他们群职警戒起来 因为杀手在五年前 失守过一次后 便一直折服在暗处寻找机会 但是没想要杀手最终 却出现在的教堂里 将在场的所有人全部囚禁 其中也包括了小公主 而身旁的卷发妹 为了保护公主 自保贵族身份 于是立马被抓起来 当成与王女谈判的筹码 杀手连心王女 表示每过一分钟 就会杀死一个人质 只得有人交出王女的手机为质 可王女却表示不谢 甚至觉得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连教堂一起叨会 像会上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亚修前去协调 拖延时间 自己带来从地下馆到 侵入教堂 和她来一个利益外合 而在教堂里的小公主 因为害怕躲在人群之中 但是看到身边的好友 那么勇敢地站出来 自己也大手鼓舞 于是在为了保护民众 不被杀手迫害 而两组公主身份 却曾遭对方以刀破衣 并且嘲讽小公主 没有一副指挥蜷缩在一起 在战场上 这些士族都必须抛在脑后 无数机在小公主脑海中闪过 姐姐的教导 还有机身主 与一位神明男孩的约定等等 小公主抛下士族 站起来挡在了杀手面前 不让她伤害民众一分一毫 关键时刻 亚修和会长 及时赶到成功阻止了杀手的一切行动 也解救了所有民众 可当所有人都回到王女身边时 却发现杀手就在面前 原来五年前失所后 她就加入了王女回家 昨天的一切都只是王女在考验小公主 她暂时给小公主自由的机会 表示日后如何还得看她的表现 其实王女一直都不讨厌小公主 相反一直都希望小公主能够独挡一面 通过这一事件 两姐妹也重新修复了多年受损的关系 到了学院开始选帕和苏的时候 亚修竟意外拥有 可以一男五女一起和苏的机会 可是有一颗名叫路卡的女学生 已经逛客了三个月没来了 但是 她作为一个三只精灵的少女 是这个学院最小的龙骑士 通过会长才知道 就在三个月前 她的帕尔突然聚载了她 而她也不敢再考虑帕尔 在感见路卡伤心的表情后 亚修准备帮助她 于是找到会长询问是否有办法 会长告诉她 可以教育路卡的帕尔来获取她的意识 这样就能知道 帕尔为什么聚载路卡的原因 但是帕尔也不配合亚修 还对她发起攻击 一直亚修重整齐固 想要到路卡那里打探点消息 但却没有任何进展 而路卡也十分担心自己的帕尔 因为帕尔如果没有驱农师的玲珑味一样 最终会导致死亡 所以她必须抓紧时间 恢复与帕尔的联系 可两人再一次见面后 却还是险些发生战斗 跟随路卡而来的亚修 打算强行让帕尔屈服 隔壁想要最终 却被帕尔打晕过去 当她醒来后 却发现自己处在一片神秘空间 神秘少女出席在她面前 解释帕尔失控了缘由 在三个月前 路卡集成帕尔从高空中坠落 于是便在心里产生了对龙族的恐惧 她的帕尔因为担心路卡 于是便一直聚在 生怕会再发生这样的意外 而伤害到路卡 醒来后的亚修将这个情况 告诉给路卡 但还没有等他们有所行动 就收到了帕尔消失的消息 会上响起了失传许久的传说 却说即将死亡的龙族 会到一个神庙里埋葬自己 于是他们在此帕尔去找神庙 在小公主的带领下 亚修等人来到了神庙 而在神庙高处 神秘人竟出现在这里 等候亚修他们多时 他召唤了大量的狮龙 向学生的营地发起了进攻 还能清楚地喊出 小公主的名字 不是为何 小公主总感觉眼前这个神秘人 与自己的兄长 特别相似 可是 他早已被龙族处决 现在最重要的是 是赶紧找到路卡的帕尔 但有名巨人阻拦 亚修立马变身 神积下与神秘人展开斗争 虽然胜负冲伤 但最终还是把神秘人打跑了 从山上望去学生的营地 火光四溅 而路卡看到大家都这么努力着 感觉自己拖了后退 但也坚定了他的信念 于是 他带了亚修飞升而下 在生死边缘 他的符文终于发生了反应 感受到了路卡的召唤 他一样一天长啸 朝着路卡飞奔而去 而路卡不愧是天才虚龙士 直接拿到天空召唤出一个巨大的魔法阵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光芒化作了雨滴 飘向了大地 绿色的光进化了所有的石容 成功免去了一场危机 等回到缺院的第二天 小公主就收到父亲的来信 跟他回去参加打罗会议 顺便让亚修和艾克一起同行 三年来到首都 小公主询问父亲 关于哥哥生活之人的被处决 虽然父亲很坚定 但是从他的表情来看 事实并不是像表面的一样 出来以后的小公主 遇到了同样怀疑第一王子没有死的姐姐 他们查遍了整个龙墓 都没有发现兄长的龙孩 伤心的小公主在一个雨夜 找到亚修倾诉内心 而亚修也鼓励他找到自己的兄长 两年这段时间的亲密 让艾克有些难过 从一开始被亚修召唤出来 宣誓亚修是大的仆人后 艾克遭遇对亚修产生了另类的感情 但是连动疏毒 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被受打击 于是一人偷偷溜了出去 无聊 一次小公主胸长的神秘人 竟开始计划捕捉艾克 他们打算利用某岛装置 来启发艾克的龙形态 从获得龙之力量 在亚修得到艾克被农走的消息后 赶忙和公主开始分析 最终才知艾克很有可能就在帝国的军舰上 于是就驾驶帕尔飞向了军舰 但是艾克此时已经被注入了很大的魔力 幻化出龙的形态 亚修手臂上的龙文图案 竟也发出着落的光亮 并且公主的帕尔 以及其他帕尔 全都朝着艾克的方向飞去 所有龙族竟朝着艾克 幻化出的金龙蛋 朝败 在艾克从龙蛋浮河而出后 他显然失去了意识 整个城市的帕尔全都失控 主人们无法驾驭他们 失控的艾克朝着王都宴会 打听缓缓走去 所有人都联邦逃窜 只剩神秘人和王女互相对视 在神秘人家家编剧后 王女确认了自己的猜想 他就是第一王子 也是小公主的兄长大人 可是他体内的灵魂 已经被他的帕尔附体 原来龙族有两个种类 王子的帕尔 因为不服龙族和人类签订协议 而想要圈养人类 被兄长发现 于是打算杀了他 结果却被自己的帕尔灵魂 趁机控制了 成为这场计划的走狗 应该所有都准备完毕 王子的躯地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帕尔灵魂离开了王子的身体 转而来到艾克身体 复活了冥王龙 他在御龙攻防里 见到了亚修梦中的女神 想要和他强行融为一体 就来微量关头 亚修的同学们都敢来帮忙 将他送到了艾克身边 艾克也在女神的指引下 用自己最后的意识 召唤出最强的圣骑架 让亚修能够得以拔出圣剑 斩断龙教 追踪成功夺回自己的身体 经过这一战 艾克向亚修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而能在所有人的注射之下 也终成眷属 完结 洒滑 星科的龙西师 这绝对是真正的绅士无力 本来剧中加入了触手情节 但看电评 有很多人吐槽这个剧性 所以便忽略掉没有细架 本身就是一部标准的后攻翻 所以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期待 就会在线下之余 可以不带脑子的去观赏 另外剧中的战斗 虽然没有特别持久 但次数还是较多 所以这部番剧也是 中国人士的不错选择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题材 可以去观看正版原片 还有超多福利 等你结束哦